听到闺女怀孕 杨翠花带着许多鱼 匆匆忙忙就过来了 可她在京都注定待不长 心里还惦记着店铺里的生意呢 明明许大伟管账比她还好 但她就是有那种自信 觉得自己管得最好 人来到京都 却时时刻刻惦记着 担心许大伟会不会数错钱 会不会把钱搞掉了 等等一系列的担忧 看闺女吃得好 住得也好 这两天她就琢磨着要回家 许多鱼爱吃双皮奶 许念念带她去店铺里吃了一次 她总是吃到肚皮撑起来 才放下手中的勺子 莉莉三人在两天时间里 成功把奶茶和双皮奶 以及沙冰的制作方法熟练了 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 许念念的许氏奶茶店开业了 现在整个京都大圈子里的人 都知道许氏刘月苏 是进家大孙媳妇开的 这些人乍一看见许氏奶茶店这个名字 纷纷猜测是不是许念念开的店铺 奶茶店刚开业 生意没有很火爆 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客人 许念念也不介意 奶茶这些本来就是休闲时间享受的饮品 跟餐馆不一样 不会集中在某个高峰期时间点 每次有客人进 小春和莉莉都会礼貌地 充客人喊欢迎光临 这些都是许念念让他们这样做的 这年代开店的人 大部分都有些高高在上 仿佛多了不起似的 总拿有色眼镜看客人 奶茶店里有很多座位 那是为了给客人一个放松的环境 因此服务很重要 于飞飞和杜若正好上街买东西 路过奶茶店门口 杜若感觉心里个硬的慌 之前她还瞧不起吴兰的儿媳 没想到这丫头这么能干 不仅在京都开了十几家刘月苏 她现在又开了个什么奶茶店 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奶茶 但是她知道 那丫头做的东西 味道肯定不会太差 因为刘月苏实在太好吃了 杜若偷偷躲着买了好几次 看于飞飞盯着店铺门口发呆 杜若没好气地说道 哎呀走走走 看啥看呢 于飞飞抿了抿唇 背齿紧紧地咬着 许念念怀孕这事 金老爷子早就传到整个大院都知道了 于飞飞当然也是知情者之一 她极度地看着店里身形窈窕的许念念 揽着手指头 哪怕知道金玉和别人结婚 哪怕他们看似亲密 于飞飞依旧抱着最后一丝幻想 幻想许念念只是她娶回家的一个交代 而不是她心爱的女人 幻想着金玉 也许和她只是逢场作戏 还没到最后一步 然而她怀孕的消息 就像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她的脸上 叫她再次清醒 金玉已经彻彻底底地属于别人了 为什么不是她 明明是她先认识的金玉 为什么金玉看不见她的好 杜若知道她心里还惦记着金玉 无奈地说道 哎呀走了走了 再看也不是你的 好好抓紧瑞阳才是正事 最终于飞飞还是被杜若拉走了 许念念其实有看见两个人 但他们没进来 她只好假装看不见 有时候啊 缘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亦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 许念念看着走进来的男人 有些正然 叶叔说 叶天看见她 显然也很意外 欢迎光临 请问需要点什么 小春清脆的声音 打断了叶天的问话 叶天走过去 因为是奶茶店 许念念专门在客厅里弄了一个吧台 有些类似于后世的酒柜 前方还有个料理台 许念念就是站在料理台和柜台之间 也许念念专门在客厅里弄了一个